这天下之势 分酒必合 合酒必分 大一统结束之后 便是纷繁的乱世 也许生灵涂炭 也许灵光一现 大约茶馆 只话说南北朝 正在播出 本节目内容改编自陈县著作 悠悠南北朝 该书籍已经由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电子精教版可在购办图书购买收藏 不曾清贫南城人 不经打尽老天真 自古英雄出炼狱 从来富贵入凡尘 醉生梦死谁成绩 拓马长枪定乾坤 灰郡倩李山何在 李明扬威 传后人 给您续上一杯茶 我慢慢的说您细细的听 听大雨 话说南北朝 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 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 各位可以登陆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 搜索大雨茶馆 选择收听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 上期节目咱们说到 宫廷兵变 北魏拓跋郡登基 杀父夺权 留送宫廷内大乱 刘俊大军到达巡洋之后 继续沿江东下 沈庆之岭 中军柳元景 统帅薛安都等十二支军队 有盆口就是盆补水 入长江口出发 刘一轩手下的司空 中兵参军徐一宝率 荆州之中跟进 当时宋国国内 几个最能打的将领都操清 太子刘少呢 手底下虽有朝中旧臣 但是大多都不是亲信 情要关头啊 都不敢任用 他一面呢 重金安抚几位将军 让他们统领军师 一面呢 以东宫旧将萧宾为谋主 由他呢 来出谋划策 萧宾呢 提出以水军主动出击 与刘俊军呢 进行决战 刘一公则认为啊 对付刘俊 应该以义代劳 弃秦怀南岸 在石头城外布下栅栏 固宝台城 小民反对 这刘俊年纪轻轻 就见此大事 不可小看 沈庆之柳远景 就这么几个人呢 都是屡历战功的战士啊 啊 那都是将士 那都相当厉害 趁他们刚刚起兵 我们出击 或可还与他们呢 进行一次决战 哎 如果呢 咱们要真的没有办法的话 是不是啊 哎 端坐不出 怎么可能长久啊 结果刘少不听小斌的 既不出击迎战 也不出手 石头城 只是每天为老守城将士啊 监督修造舰船 也不知道他怎么想的 刘俊大军到达南州啊 就是今天安徽当头的 这个时候呢 一路上啊 近是前来投降的官吏士兵 其中呢 包括刘少首帝 掌管军队的 太尉司马庞秀之 朝中大为震动 刘俊的前锋部队柳远景 知道几方的舰船 规模太小 不牢靠 打不了大仗 就领兵啊 在江宁登岸 前置长江边的新庭 就是今天江苏南京南边 但是他并不着急呢 进攻台城 而是一山筑起了壁垒 在建康城南 与朝廷军呢 开始对峙 刘少在城中看着真切啊 他派萧斌统领部军啊 楚战之呢 统领水军 各率部啊 各领精兵约一万人 两路并进 攻打柳远景的堡垒 刘少本人呢 刘少则亲自登上朱雀门督战 关系到统治存亡的关键之战 刘少这点小聪明还是有的 他立下重金 奖励游攻将士 朝廷军果然个个斗掌 扬拼死作战 柳远景的军队心修完壁垒 战斗力也很强 而刘少的军队人数多 眼看着就要赢了 也不知道为什么 阵中这鲁秀啊 这个鲁秀呢 早就想叛逃 投奔兄长鲁爽了 很可能是故意为之 刘少的失败啊 也颇有天意的安排 就这个鲁秀忽然之间 冥想退兵谷 士兵正杀得起劲呢 一听鼓声怎么回事 又撤了 哎呀不知所措啊 一瞬间呢 这可就愣住了 柳远景趁机雷响冲锋鼓 将士们从壁垒当中冲出 曹敏军顿时是溃不成军的 兵士们纷纷咽死的情怀贺重 刘少不甘心失败啊 亲自率领余下的士兵卷土重来 双方强弱之势已成 刘少也无力挥天了 一次大败 死伤啊更为惨重 刘少的阵后 举刀手斩后退的士兵啊 结果呢 仍然止不住 刘少只身逃回台城 萧斌受伤 刘一公鲁秀楚战之等人 趁乱投奔刘军 刘少下命令 杀死刘一公的十二个儿子 以泄愤 刘一公一出虎口 就跟患长脸似的 大约是在兄长手底这么多年 也练就了一套看人眼色 忍辱负重的功夫啊 他的心情欲上刚来到的刘俊大军 立即上表劝劲 刘俊呢 便在军中啊 积皇帝位 这就是宋孝武帝 随着刘俊登基 各路异军呢 都已经杀到了 赃至两万雍州兵 也开着心庭了 御州刺史刘尊考 则派部将呢 下侯献之啊 率领了五千部骑兵 驻守江北瓜布山 隋王刘弹呢 也派兵从东南面进攻建抗 大败刘少的军队 刘少呢 在这个秦怀河边上啊 以及台城门呃城门边内啊 也布下了这个防御的树栈啊 看是防不住城内混乱的人心 哎 这些东西你是防防 但是那些东西你可防不住啊 是不是啊 这个是乱的人心 你可防不住啊 对不对 所以最后呢 台城里的温武官员呢 纷纷翻出城墙 投降刘俊 萧斌呢 也带领了索筒将士 举起白旗归降 萧斌本人呢 则被战兽 刘少这时候自知啊 大势已去 烧了玉碾 免服 到处的躲藏 最后在武库的井里 被攻入台城的小军官给抓着 送到殿前了 脏志一见被捆绑 结实的刘少是失声痛哭啊 按按刘少说 天地都不容我 你为什么要哭啊 脏志问他 你为什么 弑父自立 他说先帝要废我 我不愿做家求 又问脏志 可否帮我求个情 帮我留放到边缘地区啊 脏志打道 皇上就在大行 大行南边啊 大行是呢 就是朱雀桥 就是今天江苏南京 南城淮河上 自会对你做出裁决 把他给绑到马上 送到刘俊的军营 刘俊挟持了南平王 刘朔南逃 这个军是另外一个军啊 路上呢 遇到了刘义公 刘俊赶紧下马 说这个刘俊 军马的军啊 刘俊就是集皇帝位 送孝宗孝武帝这位啊 这家子干嘛呢 刘义公政策 皇人已经军令万国 刘俊这才反过来 哎呀 年猫说 这个虎头来的不晚吧 虎头就是他自己的小名啊 刘义公摇摇头 嗯 自怕是泰湾咯 刘俊还问呢 那能饶我不死吗 你去面见皇上请罪去吧 他又觉得有戏 自言自语 呀 不知道皇上能不能赐我一官半职 让我为他效力呢 刘义公心的话 哎呦 你真是愚弯之急啊 就打反说 这可说不准啊 大概也是觉得这位垃圾 实在没必要再待见刘俊了啊 刘义公走的半路 及其四个儿子被压到了军营处展 刘义公等人呢 都去探视 刘义公呢 就问这个刘绍 说我弃案投名 顺影潮流有何大罪 你竟把我12个儿子全杀了啊 刘绍非常淡然 这件事啊 的确对不住舒服你啊 江战的妻子在旁边骂他啊 庞秀之也凑合了瞎起哄 刘绍厉声骂道 你们这些人别给我添烦啊 行刑开始 先杀刘绍四个儿子 一刀一个扑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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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刘绍看着心惊胆战的 对南平王刘绍说了 怎么会有这种事情 无可奈何轮到他自己 刘绍仰天常态 把想问刘宋皇族 同事操戈到如此的地步啊 刘绍下令 将刘绍 刘绍父子 全部消首示众 儿女妻妾 全部下狱赐死 其中包括才被刘绍 封为皇后的殷氏 殷氏夫人临死对玉成说 说你家骨肉相残 为何妄杀无罪人呢 玉成不解 你受封为皇后 怎么说没罪呢 殷氏说了 这不过是刘绍的权宜之计 回头他就要改封 王英武为皇后了 王英武和那个女巫 严道玉呢也没好下场 被压的大家当众给鞭杀了 至于首任宋文帝的张超之 则死于乱军之中 死后呢碎尸万段 被杀的地点呢 恰恰就在大殿玉床之前 也真是啊报应不爽 吐露完毕 刘俊又派人将腐烂发臭的尸体 投入江中顺水而下 民间呢可就传送了这么一首歌谣 述说这一段啊 建康城投惨绝人寰的历史 这歌谣是怎么说的呢 这歌谣啊 是这么说的 说遥望建康城 小刘 小将逆流营 前见紫沙妇 后见地沙凶们 十二年后 这位刚即位的宋孝武帝刘俊驾崩之时 所得到的咱们说的 嗜好是孝武帝 这大约指的是 他能够克定霍乱 在危难关头呢 暂时保住刘宋的江山 然而他实在是没有资格配称这两个字 除了没有做出杀父这样大逆不道的事情 这位新登基的皇帝 比元兄刘绍只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位是从哥哥手里边夺过来的呀 为了保证自己的皇位的合法性 刘俊一上台就开始策划 杀害对他构成威胁的其他的皇室成员呢 这个按理说呀 刘绍刘俊两个哥哥 死了以后排行老三的他 确确实实也是最有资格做皇帝的人了 但是他并不放心 当了皇帝才几个月 他就对四弟南平王刘绍下了手 刘绍在刘绍逝逆事件被二兄挟持 出降的最晚 此人一向轻慢刘俊 早晚呢就被刘俊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所以第一个要搞的就是他 苦于缺乏捏造谋反的证据 刘俊就派人暗中在刘绍的酒屎里边下了毒 轻松摆平的一个境地 五弟刘绍 这个绍呢是绍兴那绍 那很小呢 就过去给早死无后的这刘一珍当了干儿子了 那法理上已经基本没有可能继承皇位了 六弟精灵王刘弹与刘俊一同起兵 刘俊虽然实时提防 却一时也不敢动他 而皇族里还有一个让他很不放心的人 那就是文帝的弟弟 他的六叔南郡王荆州刺史刘一圈 假若说刘俊真是德才兼备的君主 这些所谓的皇亲国戚都不应该对他构成威胁 事实上他刚上台的时候就有广州一带的萧简 也就是兵败被杀的萧宾的弟弟起来闹了闹 并且很快就被镇压下去了 其他有实力的人物啊 也都是愿意归负他的 可是他在个人生活作风啊 完全是个败类 很多行为令人发指 最终呢引发了又一场内乱 怎么着呢 这个刘俊呢 生性极其好色 而且他的性取向呢与众不同 恋母情节在弗洛伊德那里只是男人的潜意 刘俊呢 才把他勇于付出世界 刘俊的亲生母亲 陆书员年轻的时候呢 容貌出众 被选入文帝的后宫 后来因为没什么好背景 渐渐失了宠 刘俊被封为藩王以后呢 就把母亲带到了地方上一起生活了 一个是雪方刚撞小伙子 一个不失风韵的中年寡女 两乡里情愫渐深 终于在某个花好月圆之夜 这个发生了乱伦的关系 并且从此是一发不可收拾 刘俊对正常渠道取得的妃子 包括后来的皇后啊 这个王氏呢 兴趣不大 却很喜欢溺在母亲的功力 其中奥秘呢 不言自明 做皇帝以后 刘俊更觉得不过瘾了 大臣的女儿 宗室的女儿 也就是他的堂弟 堂姐妹们啊 以及民间的美女 反而被他看上眼的 就让他们去拜见陆太后 自己呢 就闯入母亲公众 行临性之事 这些女人里头啊 他最感兴趣的 就是叔叔刘一轩的四个女儿 这几个堂妹姿色都很不错 估计呢 与刘一轩本人的基因有关系 史称刘一轩呢 这个人呢 白皙 美须眉 那仪表堂堂 放现在来讲 好家伙 那是绝对的帅哥 但是问题是呢 他呀 也有点 有点 有点不太 不太 这个跟普通人不太一样 他怎么着呢 仪表堂堂 咱们先放一边 这人确实是个不错的人 但问题是呢 性欲很强 超级变态 不但说呢 自己的这个 怯应众多 还喜欢呢 豢养尼姑老妇 你看啊 他的女儿 统统被刘俊看中了 召入后宫 共享兄妹之欢 刘一轩 在刘俊即位的过程当中呢 可是出了大理的人呢 几个女儿 给自己的侄子 就这么折腾 那口气 怎么咽得下去啊 江州刺史 张志趁机对他 就捣鼓起来了 说你啊 抓紧时间吧 起兵 拔掉刘俊得了 张志野心也不小啊 自以为才智 天下一流 对刘宋的皇位 垂涎已久 是不是啊 经过一段时间观察的 他认定刘一轩 没什么能力 典型外枪中竿 就决定啊 辅助刘一轩成就大事 再予以控制 达到自己的奋斗目标 不过你还别说啊 这个张志眼光 还真是挺准 刘一轩呢 听了他几句奉承话 立即信心爆棚 秘密派人又联系 豫州刺史卢爽 和眼州刺史徐一宝 约定在校建元年 就是公元的四百五十四年 秋天 共同举世 卢爽呢 早就对刘俊的 这淫乱行径 看不下去了 使者到达他 驻地受阳的时候啊 他刚好喝醉了酒 半梦半醒 趴桌子上试试休息呢 一听刘一轩密信到来 这儿大喝心意啊 已经没听清楚啊 到底什么时候起兵 下命令 打起反起 咱们现在就走 几天之后 徐一宝也学着样子 发兵进攻捧城了 刘一轩那边 行动尚在筹划之中 忽然听说 怎么查 酒鬼卢爽已经反了 没奈何 得了那咱们也反吧 跟着仓促举兵 与张志啊 给刘俊呢 就上了一份表 说要清军策 刘俊一看 他奶奶的啊 四周之兵 而且是自己亲叔叔 来清军策 哈家伙 那叫清军策 那是亲我来了 就找几个弟弟来商量 说要不行 咱们干脆把皇位 让给叔叔得了 刘弹这边 坚决不同意啊 这位子 怎么能随便让人呢 刘弹说这样的话 也好理解 刘俊在台上 他还有染指皇位的机会 刘异轩要是上了台了 他可一辈子 就别想做皇帝了 刘俊想想的 的确没到绝望的程度 身边还有沈庆之 刘元景 这几个良将可用吗 也不至于打 也不打 就这么点投降了 对不对 这才任命 刘元景为辅军将军 王权魔为豫州刺史 迎击刘异轩啊 这个刘俊呢 虽然是个庸裂之徒 但是运气不错 如果不是每次 哭鼻子投降的时候 身边总有人助他劝他 恐怕早就被废到 十八层地狱里去了 刘异轩的江陵自称 都督中外诸军事 传袭各州郡 然后呢 发兵十万顺江而下 剑船前后绵延数百里 这声势非常吓人 然而他的军队 也仅仅是吓人而已 一碰上硬仗啊 就蔫了 第一个打败仗的须一宝 此人攻不下鹏城 只好烧了聚首的葫芦城 与卢爽呢 合兵一处 从寿阳进攻力 就是金天安徽河县 刘异轩的前锋部队 张志率领 从水路也进攻力 在南岭 就是金天安徽 樊朝南边 遇到了殿中将军 沈宁次的这个阻击 吃了苦头 张志呢 只好啊 退到附近的梁山 与官军对峙 刘骏任命薛安都等将领呢 守卫力阳 又派遣沈庆之北都长江 统领重将 讨伐卢爽的军队 卢爽随军的粮食少 也没办法 只好退了兵 薛安都以轻骑兵追击 在金天安徽 寒山北边呢 就追上了卢爽 卢爽呢 也不愧是个酒鬼 打仗之前 也要喝上几大杯 薛安都远远 一看着卢爽 已经醉意盎然了 就越马向前 挺毛猛刺 卢爽毫无反抗之力 结果翻身落马 被手下人给斩杀 徐一宝单继 逃到了东海 就是今天江苏连港一带 结果呢 也被当地人呢 就给杀了 沈庆之派人 将卢爽的首级 受到刘一轩的营中 黄叔啊 方寸大乱 朝中的刘一公呢 又给他送了一封信 想当初 隐仲刊将兵权交给环玄 环玄杀害了他全家 王公对刘劳之推心指辅 刘劳之回头就背叛了他 藏志从小 这人人品就有问题 兄弟你应该想清楚啊 如今他凭借荆州的军力 图谋不轨 要是他能成功 怕也不再是池中之物 可以让你轻松指辅的了 刘一轩一听 寒家果然呢 就对藏志起了疑了 再说藏志呢 提出率主力部队只取石子城 刘一轩怕他别有打算 不接受建议 只一心一意的准备攻打梁山 梁山分为东西两座城壘 正巧呢 西南风起 藏志顺风急攻 就把西城给拿下来了 刘一轩的主力部队呢 就开进了梁山 结果就在这时候 藏志就提出继续率军攻东城 那不是跟西城打来了吗 攻东城呢 自以参军 颜乐之呢 劝说 哎呀不可让藏志专攻 刘一轩又深意为然 你看这不就一没主见的主吗 是不是 一会儿听这一会儿听那个 听人说了就有 听这个就有这个意见 听那就有那意见 这不神经病吗 没主见呢 一面的派遣亲信 刘一轩之 就与藏志一同呢 这个进攻东城 一面呢 也就在西边啊 也就开始扎了大营了 而刘一轩之 在这个刘一轩眼中呢 是监军 但问题是呢 他也是整个部队的软肋 王玄魔派 薛安都的骑兵啊 就来突袭这个刘晨之的阵营 攻杀了刘晨之 接着刘继之和宗越的部队 攻陷了藏志的大军 刘一轩全军随之溃败 官军放火点燃了长江上的船之 江边炖成一片火海 刘一轩再无斗志 跳上小船就往西逃 一个人窝在船舱里边 拼命的哭啊 心里边痛骂 藏志你这个狗娘养的啊 遭天杀你给我出这鬼主意 藏志一看刘一轩都退了 自己也没什么辙了 只好呢也往西跑 他心的话也知道刘一轩呢 对他又顾忌了 不敢再回去找刘一轩了 就派了带了一堆的妻妾 投奔自己的妹夫武昌 郡守洋冲那去了 快到武昌才知道 自己的妹夫已经被手下人给弄死了 藏志也没了安身之所了 又逃到附近的南湖 做采林大仙啊 追兵一来就拿着盒叶盖着脑袋 全身的沉入水中啊 只露出鼻子端鼻子的喘气 行踪如此的隐秘 结果还上一名小军官 在搜查当中给发现了 藏志结果被士兵们是乱刀砍死 这时候你看就剩下光杆司令刘一轩了 身边的士兵也越跑越少 自小娇生惯阳 刘一轩也没走多着路啊 脚就疼得没法瘦了 就像当地老百姓啊 租量没顶棚的破车 勉强的算是上了路了 千辛万苦到了江陵城 城里还有留守的司马朱超民统领的 一万多士兵左右就劝刘一轩呢 犒劳众将士重整旗鼓鼓士气 结果呢 这鼓鼓士气的讲稿啊 这刚写好交到刘一轩手中 那大概意思是什么呢 当之违反命令导致我军失利 现在我们要认真训练重整旗鼓啊 为将来的胜利做打算 当年汉高祖失败无数次 最终成就大业 以下略去一脚洋洋 振奋人心的语序数百句 刘一轩天生舌头比别人短一截 说话不利算 结果站在演讲台上呢 面对自己手底这数万士兵 一紧张啊 犯毛病了 哎 结果呢 讲的高潮的地方 当年汉高祖无数 失败无数次 最终成就大业 讲的这的时候呢 自己就受不了了 讲的高潮的地方 脑子一直一短路 当年项羽失败了无数次底 将士一听这事 这哪跟哪啊 这都是项羽 什么关系 大伙都乐了 刘一轩一下哗 扫了个大红帘 哎呀 也不想整顿军队了 魂不守舍 讲稿一丢回到屋内 每天呢 就和自己的这些个妻妾亲热啊 也不愿意见任何人 你看到这个临头了 是不是 哎 几天之后 刘俊新任命的荆州刺史 朱秋之逼近将临 刘一轩呢 从十六儿子里边 选了最喜欢的儿子 并选出五名爱妾 就想啊 出城逃跑 左右的侍从没人搭理他 到了晚上 刘一轩走投无路了又跑回来了 找着间空房子就这么呆着了 你说这不是浪脆的吗啊 城里朱超民 见了这么没出息的王爷 人火的都要撞墙了 他也不守城了 派人把刘一轩投入监狱 等着官军来接收 刘一轩开始还享受 与五名爱妾 共同在一个监狱里的待遇 但很快呢 爱妾就被狱卒给牵走了 刘一轩于是啊 说了最后一句悲天动地的话啊 说平常那些苦啊 都不算什么呀 如今呢 我和爱妾们分离 才是我人生最大的苦楚 你这什么玩意啊 这是一个 朱修之的军队进入了江陵 下令将刘一轩 及其十六个儿子全部杀死 按照宋书和男史 刘一轩本传的说法 则是刘一轩事先就死在了狱中啊 郁闷失望而死的 倒也合乎常理是吧 反正刘绍刘俊 刘一轩英雄刘裕的后代们 一个比一个烂 那么云烂人刘俊 同时期的北魏皇帝拓跋骏呢 虽然知名度不高 但是在北魏历史上 却是位相当重要的皇帝 那么拓跋骏 究竟重要到什么地步呢 他又能带领着北魏 走向什么样的方向呢 与之后事如何 切听 下回分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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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tio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